NASA派你去 國家有個任務給你了 蛤? NASA和SpaceX在各自計劃去火星 我會step by step告訴大家 人類第一次去火星 整個行程究竟是怎樣 我交這件東西給你了 這件是減肥焗汗那些 這件東西是很熱的 203幾年尾就會開始登陸火星計劃 將來會上火星的人很大機會現在已經出世了 他是應該讀書的 過百人當中接受訓練 過五關斬六將只剩四個人 你是其中一個 我參加這個我一定有什麼身份 一個是醫生 一個是駕駛員 一個工程師 一個科學家 這四科裡面你覺得最有機會 你可以征服到的 如果重新給你學過 科學家呢 我就覺得可能太悶了 工程師不得我計算 我媽的 做牙醫洗牙 這些都是醫生 你去到火星有緊急情況 幫人洗牙 哈哈哈哈 聽不懂我這個 在火星上很黑 在火星上很黑 哈哈哈哈 那你醫生 你可以很多分類門的 那你可能心理病 我這樣跟你聊一聊 5 4 we have ignition 等了一輩子 重要時刻來到 Day 1 今天起飛 那你就走進這隻太空船 它叫做Oriot 是大於登陸月球的阿波羅 這樣衝上去 你不是直接被火星 首先你去了月球 到時會有一個月球的太空站等你 駁上去 由地球去月兩 要去月兩 三天 駁上去月球的太空站之後 你可以看一看 過一會 你就要轉車 過去這架 Deep Space Transport 這個就是 你未來兩年的家 有別於傳統的火箭 是噴火用化合魚 那你這個 就叫做太陽能電子推進技術 對呀 紋西那個 對呀 紋西那個 你的機身有很多太陽能板 它是吸收太陽發出來的能量 將它轉化為電力 然後在引擎中噴一些離子出來 推動一隻船 那為什麼不用傳統化合原料呢 因為噴幾分鐘就沒力了 離子引擎是可以 斷月斷年不斷持續加速 是快很多 你上去後 你要想辦法怎樣解悶 你對著那三個人 那三個人你要好朋友 相處到才行 那會不會很淫亂呀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會想這些 哈哈哈哈 打牌吧 啪牌 打牌 那你的麻將是不是飛起了 你洗牌的時候 在上面撿 五四個人 完美啦 所以訓練要懂得打牌 哈哈哈哈 九個月裡面 你照樣可以上網的 你可以WhatsApp呀 Zoom Call呀 跟家人聊天呀 看Netflix呀 各樣東西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那個距離 離開地球越來越遠 那個Delay會越近 去到火星附近的時候 你的Delay是會有成24分鐘 24分鐘 喔 即是如果 我要撿東西 online的話 那我 喔 你輸硬的了 即是你說iPhone剛剛推出 你不用知道的 糟糕 如果Bitcoin的話 我一定賣不到 你早24分鐘跟我說 我在地球幫你選 這個一個月的行程 你是會面對很多風險的 第一 輻射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北極光嗎 因為有些離子 然後跳下跳下 對 沒錯 跟著裡面有光 因為太陽其實會射很多輻射 滲出來 我們的地球是有大氣層 還有有磁場 幫我們隔了很多 但是其實有流亡之餘 隔靜的那些就會去南北極那裡 撞到大氣層之後 就會產生了北極光和南極光 上對太空 你坐那輛飛船就沒有了 沒有什麼 沒有磁場 那如果沒有磁場 那是什麼意思 硬食 就是我吃那些輻射 是啊 它都會有個保護罩 幫你隔一些 但是不及現在地球 我們本身天然地有那個磁場 可以幫你撥去第二道 你回來之後 你會變成了吃神的魚 你知道嗎 感受多明魚 真的受了輻射 第二個風險 骨質流失和肌肉流失 就是我會縮 變成阿婆這樣縮 不是 你反而會鬆 那我就高了 貝加 你在太空的時候 是高過你在地球 那 因為有地心吸力 按住你 所以我落到地球 矮回 但是鬆骨 你會很不適應 你要幾天之後 你才可以矮回 如果你有一個孖生姊妹在地球 你上了去火星 兩年回來 第一天你會高過它 人類如果在太空逗留得久的話 平均每個月是會流失1-2%的骨質 所以一般的太空人 每天是要做兩個小時的運動 你知道嗎 你能否保持得到 你的地球都慢一點 但是太空做運動 是不是容易很多 你的表現會強了 但是對你身體上 要的幫助 不及你在地球做 因為你有重力 那你就會看龍珠 沒有 悟空就是要在一個 重力大一點的地方去訓練 他出來才厲害 你在一個沒有重力的地方 你練為時倍功半 那現在九個月 我一看窗口外面 你應該會見到 一個紅色的星球 你已經差不多到火星了 你見到地球 你可能會見到很藍的海 綠色的樹 還有有燈光 你來到這個紅色的星球 只有紅色的沙漠 很漂亮的山 還有極大的峽谷 大過大峽谷 OK 還有你可能會見到有塵寶 塵寶 塵寶就是沙漠 Dust Dust Storm 對 Martian 電影一開始 就是不就是有一個Dust Storm 拿到火星附近 你就進入軌道 慢洗先 然後坐定定 你的東西就解體 解體之後 你就可以 逐步進入火星的大氣層 你的東西會很熱 因為你經過大氣層 不過你有Heat Shield 吸好熱之後 Welcome to Mars 進入火星了 那麼牛 踏了九個月之後 就牛牛的了 當年 登陸月球的太空人 叫做岩仕頭 他一步出他那間 踩到月球土地的時候 他就說 I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然後就成為了明居 那你出去的時候 你會說什麼 給點水準一點 阿貓我得了 阿貓我上電視了 對 說一點 我輕輕介紹一下這個地方 如果作為飛機師 通常都會廣播告訴你 當天的溫度是多少 你可以用那把聲嗎 火星的溫度 今天最高 都是特量度 很冷的 最低 晚上是去到 70幾度 時日溫差是70幾度 第二樣東西 你馬上就會感受到 火星的地深吸力 是地球的三分之一 理論上 你可以跳高 在地球跳三倍那麼高 大師兄 我會輕功啊 是啊 哈哈 還有去到火星千萬不要除了你的太空熱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臭的焗了那麼久 怕人們聞到你有臭壺 因為火星沒有氧氣 你一除了你就馬上焗死了 焗你不死的話 周到都是輻射 嗯 輻射都死不去的話 你的血會滾 因為那裡的肺點低 來到這裡 三個月火星有沒有玩 你來這裡也有個目的 你有沒有想過的 沒有啊 我想要觀光而已 拍兩張照片 放IG 拍vlog 當然是 其實NASA為什麼要計劃 有一群火星人要去那裡呢 在火星做實驗會是怎樣呢 拿一下土壤 看看找不找到微生物 還有最重要就是去找冰 南北極有很多冰塊 為什麼經常都說有冰呢 既然說到這個地方 那麼沙塵滾滾 為什麼會有冰呢 我不是很明白 火星相傳 就是說以前其實是跟地球 現在差不多 那個幾十億年前 開始的大氣層就越來越弱了 乾了 cool down 然後裡面也沒有再有溶岩 所以它是不會有地震 不會有火山爆發 剩下薄薄一片大氣層 很冷的嘛 所以你的水源都結束了 你記不記得水是用什麼來構造 H2O 兩個hydrogen 加一個Oxogen 嗯 很Pro啊 你轉了冰之後拿了一些水 你淨化了它 可以用來喝 你將O分解了之後 可以透氣用 分解了H出來 又可以當燃料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日後如果想靜紋火星的話 找到水源 還要把它分解到做回 這一堆東西 那就代表成功了 好耶 任務完成三個月過去了 已經悶死了 你就可以回航了 進去你的太空倉 升上天 這次就容易很多了 比起地球 因為地心吸力是弱很多的 找到上去軌道 接回你剛才脫掉的主體 然後呢 就一下子射回香港 所以回美國 因為NASA 即是龜頭游水 你又剩下龜頭游水了 那這次你們真的要游水了 好 希望你到時學會游水 你冒著這麼大生命危險 衝過這麼多難關又輻射 然後去到火星回來 如果你是浸死就好 哈哈哈哈 Oops 好啦那現在 你成為了人類英雄 總統都會訪問你 講兩句 跟人類有什麼要說 我想吃魚蛋粉 喝杯檸茶那些 喝杯挺好的 這個太空人抵請 這個這樣的行程 其實我們看之前 有一本書叫做Future of Humanity 它就告訴我們 NASA打算怎樣去火星 很有趣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買一本來看 好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上我的Facebook Like和Page 在Following是否不喜歡 然後再Subscribe Like Comment和Share 這條片 那你聽完這個IT 你會不會想去Mars呢 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我們下一集見 Bye 買理由 是嗎 是嗎 我要出發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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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呀 好嗎 我先出發了 坐吧 咱们